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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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二分解僑 歡迎來到女人殿堂 老梁 是... 剛剛少俠跟我說 怎麼了嗎 今天為了慶祝你小孩子誕生 是... 所以我們等一下 他要請我們全部的人吃宵夜 少俠 他要請客 民航嗎 不是 他說 你說少俠 請我的店一下 對 我這喉嚨有點痛 我可能見不到辦法去 沒關係 你只要把錢借給他就好 我們自己去啊 因為他要請我們吃啊 對 錢是重點 還有什麼病...快點 你是誰啊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哪裡啊 怎麼病人變得這麼快耶 病人變太快了吧 剛剛 不是 你不是說少俠要請 少俠從來 偶爾也有啦 少俠請客這個是破天荒的事情 你知道嗎 這個一定要去的啊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講到說 錢你今天幫他墊的時候 你就馬上便利 也不是 老婆要坐月子 這個是錢 這個對我來說 最近很重要 可是你們講到說 台灣人 等一下喔 我不知道你講到錢的時候 看到有一位特別來賓 你就覺得特別的刺眼 哪一位… 中間那一位 陳德烈 怎麼了 德烈 我最好的朋友怎麼了 聽過某一次你要請客 那個老闆說不用… 老闆請 是陳德烈站出來說 不可以這樣子 小楊哥說他要請 就是小楊哥請 一定要這樣子的啊 沒錯 因為陳德烈 陳德烈他看我不順也很久了 你是行俠障礙 你們全誤會我咧 小楊哥 橫德烈馬上一個肩步起身 不可以 不可以這樣 對 老闆你先回去 老闆一聽 有台階下 那我就走囉 老闆就走了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他落下這句話之後 他人也走了 而且那一天寒流 不差前幾天帝王級的寒流 他人就走了 你看他走得多衝突 走到 難怪你肩梯出來是一些通告 這樣講好像我是劍嗎 不是 最後結帳了嘛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要結帳了 那就是大概多少錢 八千多塊 我想說 我只帶四千 那些工作人員有沒有 比如說身上有一兩千塊 大家湊一湊… 我們明天就拿來了嘛 對不對 裡面包括蔣偉文 是 對… 最近那個出了很多 那個食譜的書 也賺了不少了 是 不然他怎麼敢生兩個 也當人能付 他也說他沒錢 好了 全部問一圈沒錢 我們這樣只有四千塊給他 然後我說還跟店長說 店長不好意思 欠的 店長說 好 沒關係…想要跟沒關係… 明天再說 明天再說 背後馬上轉身就去給我寫FB罵我耶 沒有寫啦 只是他按摩他心裡 你 好好的 小梁哥 你說 一個大哥 沒有…你不要解釋 因為陳德烈是我這輩子 今天讓大家見識到 什麼叫做台灣人變臉 速度超快的 是 這就是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都付不出錢來了 對不對 讓我們變臉真的有這麼快嗎 真的會讓外國朋友看得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 覺得自己很和善 比小白兔更無害 我們台灣團隊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當然還有呢 沒想到台灣人竟然這麼凶狠喔 我們聯合國新來 歡迎七位 歡迎 台灣人有控制情緒的障礙 變臉變超快 賈斯汀在路上 莫名被單車騎士巴頭 睿安控訴台灣人輸錢就翻桌 究竟台灣人的EQ到底有多差 翻臉近比翻書快 請看今天的2分之1巧 這幾位不是型男人是伯伯嗎 我跟你講 這個伯伯我很想跟他說 伯伯 那個伯伯來 你出來一下 等一下 諾亞不懷夫出來 我有點腳突動 你可以把那個手借他牽一下 手 怎麼了嗎 然後你們兩個手牽手往前走 我在後面配音 好… 老的 沒有 什麼老人 這個是Fashion OK 你們不懂 哪裡 發什麼事 等一下 我發什麼事 你老實說 你來台灣這麼久 有沒有像台灣人一樣變臉 就是翻臉跟翻書一樣快 我嗎 反而就不變 我反而就脾氣好好的 來…我們問一下諾亞 如果你是這樣 你是一個這麼漂亮的女生 你看到這個人翻臉跟翻書一樣 快 你會選擇跟他在一塊嗎 當然不會啊 多恐怖啊 所以女生其實不喜歡 男生翻臉跟翻書一樣對不對 沒有人喜歡吧 真的 不管是各個國家 包括男生也不喜歡 女生馬上變臉吧 這無關性別 而且你們剛剛說什麼 台灣人變臉變很快 NO 我覺得國外的 怎麼可能 真的 我朋友 我朋友就親身經歷 德國 他有一次去德國 副俠 對不起 除德國之外了 不好意思 不是你 可是是在德國發生的 對 然後他去德國出差 然後因為出差他們晚上就是 就有空嘛 他們就想說去喝個東西 就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結果有一個德國人來跟他搭訕了 然後來跟他搭訕 但是因為 一般來講我們女生 而且特別是她沒有遇到 要發生任何言語 她沒有任何期待 所以加上那個人不是他的菜 所以那個男生一走過來 就跟他講說 我可以請你喝一杯酒 喝杯飲料嗎 什麼 他馬上就跟他說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已經結婚了 而且我老公等一下就要來 其實沒有 但是因為 他不想要有無謂的 其他的麻煩 對 那一般來講我們 女生常常遇到 類似這種狀況 男生或者都聽到說 OK…不好意思 那打擾了 對 或者是說有的更紳士說 沒關係 我飲料還是請你們喝 那就不打擾你們兩個的時間 都會有 但是呢 那個男生 一聽到他說 他已經結婚了 老公等一下就來了 馬上 一秒變臉 轉頭就走 所以那個女生傻眼說 親死了就很像少神 不是 你這麼現實 這個很好 對 要怎麼樣 沒關係 老公 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跟我一起 不行了 不是… 你好歹我們就說 客套或是敷衍的時候 OK 沒有關係 不是 不是 來 少俠 來 少俠 少俠來聽 少俠麻煩你出來 來 諾亞 你們把那一次的情況 短短的演一次 你就很簡短跟他說 你要請他喝飲料 你好 嗨 你要我幫你買一杯酒嗎 不用 不好意思 我在等我老公 我老公等一下會來 拜拜 剛剛講完耶 因為他現實了吧 對啊 我跟你講 諾亞這個還好 很緊接啊 如果那個時候 那個男的已經請那杯酒 我跟你講 如果是賈斯汀這個狀況 他可能會把酒拿走 拿走 來 賈斯汀你下來 自己說 如果他說他結婚 你會把酒拿走對吧 可是他進得去那家夜店嗎 他門票錢都沒有耶 沒有 我認識門口的人 我認識門口的人 你認識嗎 來 我們來一次 這個是我請你喝的 謝謝你的好意 可是我已經結婚了 而且我老公等一下就… 就… 你自己還喝掉啊 就… 我跟你講 一道賈斯汀 他連一口都不會留給你 就直接這樣拿走 對 因為他覺得 那跟德國人之類 還敢笑德國人 請問一下 所有喜能覺得 德國男生這樣算是 愛翻臉的請舉牌 不是的請舉圈 不是的請舉X 好 要憑良心喔… 所以古龍 如果你碰到對方跟你說 不好意思 我結婚了 你還是會請她喝一杯飲料嗎 她會說沒有關係 我也是 我們西班牙人當然很有禮貌 還是會… 可是我覺得剛剛那個Sasha 她做得是OK的 她很直接 我覺得你們台灣女生更恐怖 更恐怖 對 因為你們很溫柔對不對 可是呢 夢多 你剛剛說什麼 夢多 你沒有拿麥克風 來 她說台灣女生很溫柔的時候 請你把麥克風拿起來 你說了什麼 哪有 你很敢講喔 我有一次 我在我的房間 有手機 然後我台灣女朋友在我的旁邊 然後妳裡幫我弄 我在用手機啊 然後台灣女朋友 她都一直在看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 就是她想要看我的螢幕啊 然後我直接問她 妳想要知道什麼嗎 妳有問題嗎 妳可以 我會告訴妳 她說沒事 沒關係 最討厭就是台灣女生這樣沒關係 當然有關係對不對 可是我跟她說 妳要我給妳看嗎 我都OK啦 她說沒關係 我說好 OK 然後我去洗澡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回到那個房間還沒有洗澡 然後我突然就發現了 我女朋友 她在看我的手機 OK 然後我問她 為什麼 我剛剛問妳妳要不要看 她說 她就突然就變非常生氣 可是為什麼妳在跟其他女生講話 什麼… 她就是我的朋友啊 她非常生氣 這個有什麼意思 我現在告訴妳台灣有一句名言 沒關係 就是有關係 有關係 女生說沒關係 對 就是有關係 女生說不要 就是要 那是我們日本的女生 還記得碰過翻臉跟翻書一樣 很快的 有啊 我之前我會跟我女朋友就是 震來震去的那種遊戲嘛 震來震 震 有一個晚上就是我要去睡覺的時候 然後我爬進去床上 然後我根本我爬不進去 因為她就把那個床單好像是 本來是要折在全部的床那邊 她就把它折一半 然後就把它塞進去 所以我要爬進去床的時候 我就爬不進去啊 然後她在旁邊就是傻笑 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她就覺得 她知道我對這個床的東西 因為我處理座嘛 我對這個是很鬼毛 所以我要起來 重新把那個床弄好 那我想說 好啊 我還是很好 就跟她笑一下嘛 那那個晚上 她起床去上廁所 我想說 好啊 現在換我嘛 所以她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就躲在那個門的後面 然後就把燈關掉 她走進來就還以為我在睡覺 然後就大開門 我就嚇她這樣子 然後她直接站在那邊 一巴掌站在那邊 然後她就說 幹嘛這樣 然後很兇 我好像說 莫名其妙 我真理 我真理 你就是這樣子的翻譯 然後 我被真 你還是覺得很好笑 你告訴她 如果你被這樣整 你會怎麼樣 好好玩喔 好好玩 我先講一句 你有沒有聽過台灣有句禮語 叫人嚇人嚇死人 我沒有聽過 這個不叫整耶 因為這真的 我們老外怎麼會聽過這句話 你有事嗎 對不起 真的有事耶 我當然會很生氣 但是我會再想辦法 再把你嚇回來 對 我會再用更高 沒有 因為你知道這種 突然嚇的時候 有時候是臨時反應 不是她願意的 跟你把那個 跟她把床整個弄起來是不一樣 而且這一段爛故事聽完 你才知道說 女生在床上真的容易變臉 床 對 我覺得有一個情況 我覺得很尷尬 因為我不知道 女生好像有一個錯誤的概念 覺得男生隨時都可以 我覺得我遇到的就是 女友就是晚上的時候 但是寶寶就開始摸我 然後就是 因為我其實我沒有什麼心情 可能累了 我是昨天才開心 今天不用再開心一次 對… 然後 真的 寶寶呢 我就你想幹嘛 你知道的 我說 可是我不想她就 對 你不愛我了是不是 不是我 少霞 你這個話不能這樣講 因為你們男生想要的時候 過來捏一捏 那你們怎麼覺得女生 隨時都想要呢 真的 我也是 而且女生會這樣生氣 會覺得說 第一個你是不是 我是不是沒有吸引力的對你 那夢都還有碰過其他的事情嗎 我是覺得個人覺得啦 還是台灣的女生 放臉比較快 真的 因為我說比日本的女生 比較起來喔 比如說我一個女朋友好了 就是我問她說 媽咪 你今天想吃什麼 她說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很簡單的中文嘛 我聽得懂嘛 都可以 任何事情OK OK 好啊 那我們去夜市隨便吃 好啊 那就是說 看到我的媽媽說 還好 我心裡想說 你不是說我都可以 OK… 下一段 看到那個很便宜的牛排 牛排這個好不好 不太想吃肉耶 好 OK 你已經說都可以 我已經就是幫你想兩次 好 決定 吃麥當拿 你還不動我嗎 突然爆炸 為什麼吃這些東西 我的 我跟你說都可以 雖然是都可以 但是不是都可以喔 Oh my God Jesus Christ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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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他到底想要吃什麼 問你們女人啊 你們其實心裡 早就有一個答案了 對… 我的意思是台灣的女生 突然爆炸 像日本人 譬如說一樣的問題 就是你想吃什麼 都可以 那就是我問他說 那就是蚵仔味醬 他說 我昨天有吃蚵仔味醬 是改別的好不好 然後好 那就 他會給你一個理由 對 然後就是說 那牛排 那個最近有點就是太多肉 我不想吃 好 然後就是 那就是帶你去買蚵仔 你如果你想吃就可以 但是對你的身體不好 他會找結果 可是結果是一樣啊 結果是一樣啊 結果是一樣啊 結果是一樣 聽起來比較舒服 對 一樣啦 孟哥 來 我們重新演練一次 你問我 寶貝 你今天想吃什麼 都可以啊 都可以嘛 那我們去吃 我玩米蘇好不好 你去試試看 那你怎麼辦 你肚子 他叫你試試看 你還不去買兩碗來 我馬上恐懼 真的耶 很有效耶 沒有 那如果另外一種 你吃啊 試試看 好 那我就吃啊 那你想吃什麼呢 那如果我吃蚵仔味醬 你有得吃嗎 好恐怖喔 真的耶 真的喔 人家已經在說 我們台灣人一秒變變了 你還演給他看 對啊 我真的嚇得到耶 很可怕耶 真的耶 你演到什麼 真的耶 但這個我也有遇到 夢多 我也有遇到一樣的問題 但是 遇到很多耶 然後 好 我就請這個女神 我們一起出去約會 然後她的人非常好 很乖 很會聽話的一個女神 然後 我們想說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她說 都可以啊 我說要去哪嗎 她說都可以 我說好 那我就帶她去那個 台北地下界 電玩的東西 她就很開心啊 我們聊得很開心 她也廣得很開心 她說 那我們要吃什麼呢 她說 都可以 看你想吃什麼 我就吃什麼 我說好 那我們就到那個 台北車站二樓 上面很多吃的 很多選擇 很多選擇是不是 對… 我去買我的牛排 然後她已經招好位子 然後回來的時候 然後我有那個 會亮起來那個東西 說妳的那個餐有好 坐下來的時候 她沒有 我說 你沒有幫她買 沒有 她也找啦 對 她也找 然後回來的時候我發現 她手上沒有什麼東西 我說 妳不吃嗎 她說 沒關係 資本我找不到 我想吃的 我說 妳不早說啦 她說沒關係 我看妳吃就好 我說妳確定嗎 她說 對啊 反正妳已經買了 我說 對啊 對啊 對 這個機率有點低耶 我其實也以為是這個問題 然後呢 我想說那妳沒什麼 我可以幫妳買啊 她說沒有 不是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那個牛排到的時候 她說 我剛開始吃的時候 她就反白眼 我說 妳怎麼了 她說 妳怎麼可以 那麼開心地吃這個牛肉 我說妳在說什麼 我說 我說妳 我說妳在說什麼 她就拿出那個手機 就開始尋找那個牛過的過程 然後妳知道我是向下人 我從小就看包包在割那個路啊 什麼準備那個肉 她給我看的時候 我就越看越誇張 那個牛被殺什麼什麼 我說妳不覺得很誇張嗎 妳現在還可以再吃嗎 我說 對 嚇死我耶 對 後來就沒有什麼下吻 她不吃肉啦 奇怪 她沒有騙臉啦 應該不是這個原因啦 對啊 應該是妳沒有幫她買啦 對… 可以買個什麼東西給她 哪怕是玉米濃湯都好 她會說 她會不會買一個蚵仔煎之後 她說 然後她吃完她就說 妳怎麼可以吃這個蚵仔 妳知道這個蚵仔過得 有多麼辛苦的路程嗎 不是…我覺得 妳沒有聽出德烈的端倪 她剛剛講說 德烈說妳沒有幫她買嗎 妳怎麼那麼不貼心 妳有想過我的心情嗎 妳有想過妳跳起來阻止那個moment嗎 好 我們不聊我最好的朋友了 但是我發現 怕壞人 對 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室友還是一個台灣人 人非常好 很友善 很安靜的一個人 很開心嘛 然後剛好有一天 我們隔壁的那個阿伯 他請一些人來施工 然後就很吵很吵 然後我跟我的室友 我們到陽台要掛衣服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陽台很髒 他們把它弄得非常的髒 本來是白色 現在是全黑耶 然後我那個室友他說 就叫那個阿伯 隔壁那個阿伯 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本來沒有這麼髒 請妳…請理一下 然後就是… 那個阿伯就說 然後走回進去房子 然後我朋友就很開心 出門去找他的女朋友 怪他自己的事情 然後隔天早上他回來 然後上樓要去那個陽台的時候 我就聽到他… 超生氣 嚇死我 我爬上去發現 那個人還沒有整理 然後已經過了兩三次 好好地跟那個阿伯講耶 結果他整個跨過去另外一個月台 從陽台直接跨過去 陽台跨過去另外一個 月台是火車在用的 陽台…對 跨過去另外一個陽台 就是很大力朝那個門 那個阿伯出來說 阿伯 我已經跟你講了 要清理這個陽台 你不清理 今天晚上八點 我就叫那個警察來 我跟你講 那天晚上八點 是我看那個陽台 最乾淨的樣子 真的 有時候是真的兇才有用嗎 三位台灣的特別來 還是說那阿伯重聽 你要大聲一點 要聽不到這樣 對啊 阿伯 阿伯偷偷偷容易重聽的喔 其實我覺得阿伯只是因為 你每天 因為那個施工一定要一段時間 不可能一天就好 他想說我今天幫你清了 明天還是會髒啊 所以他可能說最後再一起清 已經結束了 然後過了好幾天 我是有一直要他清理 OK…你說阿伯嗎 那就是我的情況 就是我真的很冷凍 你很懂阿伯對不對 不是 不是 所以夢多你其實是那個阿伯 沒有 我聽得到 不是 沒有啦 像那個我全館啊 不是有拍戲啊什麼 有時候就是活動 我覺得是 我不會撿不得台灣的氣質 我有些台灣的氣質 真的有 真的沒有就是很尊重 這個規定 譬如說我街場地嘛 拍戲認識的嘛 所以已經給他很便宜的 價錢至場地 譬如說五個小時兩萬好了 但是就是友情假 之前一起拍過戲 OK 沒關係 那五個小時 一萬塊 然後OT over time 不收 沒關係 那如果 OK 已經那麼尊重嘛 就是那個有些那個 那個工作人員 下來 我叫他們就是那個 拖鞋 一定要拖鞋喔 因為就是我們 就是打拳就是拖鞋嘛 有些就是工作人員 直接這樣… 很多 然後我在下面 不好意思… 這邊有那個 拖鞋 對 拖鞋 而且已經很低調的 抱歉…不好意思 對 我講了三天 我最後大爆炸 最後一樣啊 還是就是那天 而且是下雨 那個咱們的水衣很髒啊 直接就是擂台上耶 我那天真的很生氣 我直接罵髒話 就要開始抱歉… 我就很多 抱過導演都拋過來 不好意思… 結果他們就全部洗乾淨 因為你生氣了 對 因為你生氣了 阿公都會忍到最後 就是告訴我 什麼阿公 我不是阿公 那凱傑會忍嗎 我多少會忍啦 可是因為我就是覺得 當你接人錢 或是有遇到那種 接人東西的時候 其實人就很容易便宜這樣子 因為之前…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他有遇到困擾嘛 然後他的… 他的車子被…被投走 被拿走 因為他沒有付貸款 然後因為他的車子這樣子 他…工作也有問題 那他就是問我… 跟我說這些問題 然後知道我很少用我的車 那我的車子是我的寶貝 所以我… 其實原來沒有想要接他 可是後面就聽他的故事 我想說好啊 他說我會 因為那時候車子還有貸款 他說我幫你付一個月的貸款 你借我車子一個月 然後處理… 他的責任嘛 很OK啊 對啊 然後我想說OK 那是好朋友嘛 我就借 那我就跟他說 車子就好好照顧 把他當作你的 然後不要草述 這樣子就好了 結果車子拿回來一個月的時候 冷氣壞掉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地方也壞了 然後我過了一個禮拜的時候 也收到一個150的那個罰單 1500 不是 超超過150公里 他…他卡150 哇 開了 然後他拿車的時候 然後就朋友 因為車子有這些問題嘛 我就跟我朋友說 那現在我明明就是有好意 借車子給你 然後他那時候就很感謝 很開心的樣子 結果他就說 那你不能期望我… 你給我車子然後我還要那個… 還要幫你處理這些問題啊 所以這些東西就掛了 他就是要我去負責啊 然後結果就是那個什麼貸款 一個月的貸款也不給 他就是唯一是因為我必須要付那個 超速的那個發票 然後就這樣子 可是臉色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一開始你搬一個人的忙 他就很開心 然後後來是 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好像理所當然啊 就不負責任的那種感覺 你是外國的朋友對不對 台灣朋友 千萬不要借車 真的 我知道 講到車子 我記得就是想到就是 我出現的 我覺得台中的女生很棒啊 就是剛好遇到喔 幹嘛… 我遇到就是那個 台中的女朋友 她車評真的很恐怖 而且呢 那時候我剛來台灣嘛 所以就是我沒有 還沒放到那個台灣的駕照 對 然後就是 所以她每次開車載我 然後就是 我是開玩笑的時候 你開車其實很爛耶 我只有一句話 好像喔 她說 那你來開啊 那你來開啊 你來開啊 因為我騎摩托車 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然後她每次都跟我講 你去得太慢了 因為我說 我不知道路啊 我當然要比較慢一點 我才可以那個方向感對不對 那有一次啊 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然後我問她說 你可不可以先 剛好看那個地圖 然後開那個Google Maps 現在很容易對不對 而且她台北人 所以她很熟 她說好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OK 然後我騎摩托車啊 我想好 然後我要去哪裡 走轉 結果我就發現 是有轉 好 沒關係 這個已經三次啊 然後我們都迷路了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什麼可以這樣 我因為有生氣 可是我就問她 你沒有看地圖嗎 或是什麼 你的網路有問題嗎 她就開始哭了 然後非常生氣 然後突然跟我講 你不知道嗎 我們女生的方向感很不好 為什麼你要問我啊 哇 嚇死我 你就是運氣太好 碰到那唯一的一個 對 謙王啦 謙王的感覺 那個瑞安也有碰過 有啊 有啊 我就是覺得 台灣人開車的時候 非常兇 兇嗎 對啊 我就是 我朋友宰我的時候 開始講台語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生氣了 他就會變臉 就是 講台語的時候 就是代表他 只要發洩一下 然後罵髒話這樣子 那他會去跟別人吵架嗎 朋友不會 可是其實我剛才 我過來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我剛在等華南路的時候 我要坐計程車 然後這是真的故事 這是真的剛剛發現的事情 所以剛剛前面講的是假的 真的 我是說 等一下 不好意思 瑞安 等一下 為什麼今天成德又來 你的攻擊性變得這麼的強 沒有啊 我這個人天生就是這樣子啊 他是最好的朋友 我就是愛打抱不平 我最討厭那種 我沒有講我的朋友 不可取 對… 是討厭讓你多花錢嗎 這不是兄弟啊 對 焦點可以回到瑞安嗎 我剛才在等華南路 要坐計程車 然後 我看到一個計程車 它在裡面一點 然後我要坐下來 我要過來這邊 然後我坐下來 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是叫車的 然後我說好… 那個門一直在開著 然後後面有一位在機車上 然後他一直在等 一直在按那個喇叭 一直按… 然後我也生氣了 我就說他一直按幹嘛 我要下車啊 然後我就說你要怎樣 然後他說 他就開始罵髒話 他就開始罵我 然後我就以為 OK 好 完了… 那我就走到我那個 圓白的那個位子 因為我還要坐計程車 他又過來了 然後推我 這樣子 他推我 然後我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說我要跟你打架 你要跟我打架嗎 然後他說 真的假的 然後旁邊的人都已經說 你當119 你去報警吧 那我就知道 警察真的要過來了 然後他一直罵我… 然後他開始跟我講英文 就是說 他跟我說 FU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後來 我也有罵髒話 那我就說對不起 你罵哪一國的髒話 英文的 OK 英文的… 因為其實 FU回去就對了 對… 後來咧 我開始錄影 然後他就變了 他又變很正常了 他說 我不想跟你打架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什麼的 對啊 算滿聰明的 看到鏡頭就變臉耶 對 對 我覺得台灣人開車很衝 特別南部 對 因為 連騎什麼開車 泰國人連騎摩托車都很恐怖 他連都督車都亂騎 你們的都督車都用飆的耶 那你覺得哪裡的人開車 台灣哪裡人開車 比較恐怖 不覺得台南 因為有一次我朋友帶我去台南 開車到台南 但是因為他不太知道路 然後就不小心當一個行摩托車的人嘛 然後本來那個人就是按喇叭很大聲了 然後我朋友就停車 但是那個人還不走 但是他還騎車到我們旁邊 車邊嘛 然後就騎到玻璃嘛 然後我就開那個玻璃 然後他就賣台油一大堆 但是因為我聽不懂嘛 但是我就看我朋友 然後我就覺得 發生了什麼 但是可能應該不好吧 然後那個人就走了 我再問我朋友 然後我朋友說 因為他就擋那個人的車而已 但是那個人很生氣很 一直罵一直罵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台南人 開車比較窮 我覺得不就是台南人 我覺得全台王就是有開車的問題 我有一次就是開車 我一直在開車 然後我要上那個高速公路 然後前面要上的時候那個燈已經綠了 然後前面的車就還沒開始動 那我都出來要吵他的車 然後我超過他的車的時候就看一眼 他自己在那邊 一隻手拿著手機 另外一隻手拿著漢堡 然後在那邊對著他的手機 這樣子 然後我要切進去的時候 他應該有看到我 然後就按喇叭這樣子不放 大概十秒 他說莫名其妙 是你自己在那邊 然後後來我上高速公路的時候 他都出來要查我的車 然後我就等他 他就開始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要離我的車子很近 然後很危險駕駛嘛 然後我想說 這個人是瘋子 我怎麼辦 然後我就把手機拿起來 就開始拍他 然後他就動了嘛 然後就扁到後面去 然後後面就一直跟著我 跟著我超久的 然後就覺得 因為這件小事情喔 我很合理去敲他的車 他反應那麼大 我覺得很恐怖 然後我最頭痛的是 台北嗎 對 騎腳踏車對不對 特別市區對不對 對 因為我分不見他們是 他們是車子還是人 對 因為他們是同時 是隨時變來變去嘛 然後我之前 我在騎 我朋友在騎摩托車 他載我 我們要回家 然後晚上的時候 然後剛好有一個人 在騎腳踏車 紅燈 他在路上 我們想說哪有 他不會想過 所以我們停在旁邊的時候 他突然就在那個 來那個斑馬線 前面要過 他說 好 他現在變人 然後我們就往前一點 然後要往前一點 他剛好也看到我們 也往前這樣 差一點撞到我們 差一點撞到我們的時候 我之後後面喔 我戴安全帽 他這樣 我說 你打什麼打 他說 你們亂騎啊 我說 他說 又不是我在騎耶 他說不好意思… 然後就開始跟我那個 室友吵架 對 操得很兇耶 然後我一直在蹲那個人 就是 我操上去蹲蹲蹲 結果 結果那個阿伯 他看到我說 你看什麼 然後我那天發現 你講台語很有用耶 我說 我拿那個安全帽 我說 我看你的 怎麼 來啊 打 他馬上就 又變人耶 騎走了 重點就是 要學台語就對了 對 學台語有用 沒有 其實我覺得 剛剛有講到德國嘛 是不是要講到德國人對不對 我也遇過一個就是 在開車的時候 德國人變臉變超快的例子 我有一次就是 跟一群朋友一起去德國 那個自助旅行啊 然後因為整團的人 英文都不是很好 只有我會講英文 然後那一天我們就是 有一個司機大哥 然後胖胖的 是一個中年男子 那因為大家都坐在後座嘛 那天天氣非常的熱 然後他們就是覺得空調不夠 就派我去跟司機大哥講說 後面有點熱 那我就跟司機大哥講說 後面有點熱請他開空調 然後司機大哥就說 OK OK Moment 叫我等一下 這樣他在開車 為什麼我講的英文 因為印度英文 不知道 他的發音就像我 敬意猶新啊 都大概15年前左右 我就說好 那等一下 然後又隔了大概10分鐘 他就是在那邊調他的儀器 又隔了大概15分鐘 後面還是非常的熱 我又再走到前面去跟他講說 It's very hot there 就請他再把那個 Air condition再打開 OK OK Ladies OK Just a minute 好 再等一下 又講了第三次 已經又過了幾個紅綠燈了 後面的阿公阿嬤 真的已經受不了了 非常的熱 妹妹 你要跟他講 後面實在是很熱 再去開 開一下 拜託 我就再去 突然這一次一講 前面那個 德國人大巴司機受不了 突然站起來說 What do you want 他就站起來 然後衝到大巴的最後面 把所有的冷氣風口 啪...一個一個開 從後面開到最前面 所以是沒有開就對了 其實我聽不懂他的什麼意思 他就是突然站起來 然後對著我怒吼 而且他是 他就是抓狂那種感覺 當下我嚇了一跳 我根本不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一直都覺得 他的那個脾氣很不合理 可是你講到他 要自己把那個東西打開 我很理解他 他有點在氣勢 你們真的很笨 他已經開得很冷 到最冷的一個程度 你們只要開那個東西就可以了 他就 你們白癡怎麼不打開啊 對 是我們翻臉耶 OK…我明白 我明白 很抱歉 這是合理的生氣吧 對 司機大哥是合理的生氣嘛 但是你剛剛 剛才我在泰國 遇到的是不合理的生氣 而且是我覺得 已經有點到恐嚇的程度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是一群女生去泰國玩 然後後來我們就想說 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就坐那個很有名的 那個什麼 恰都恰是不是 什麼嘟嘟車那種車 嘟嘟車 然後我們就上去 然後問他什麼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 都跟他講了 然後我忘記那個價錢 大概是多少 例如就是 已經講好一個人100塊 好 都已經講好了 一個人100塊 OK 好 然後我們就坐 然後一上車女生一定 嘎嘎嘎嘎嘎嘎 一直講話聊天 然後拍照啊什麼什麼 都沒有人注意 到了目的地的時候 下車要準備付錢給他的時候 他說No… 200 一個人是200 我們說你剛剛不是說一個人100嗎 對 他說No…你們人很多 超過我的負荷是200 然後路又很遠 對 我們就說 可是我們要去哪裡都先跟你講了 而且我們人本來就這麼多 我們沒有半路有家人啊 會不會就是路上真的有家人 但你們不知道啊 沒有啦 真的沒有啦 對 我們就說 沒有 我們就這樣 而且你剛剛講的是這個價錢 怎麼會現在要這個價錢 他就變臉了 他意思就是說 你們如果不付錢的話 你們不要想要離開這個地方 我們一看我們全部都是女生嘛 我們五個都是女生 我們都是女生 不知道怎麼跟他吵 而且因為他這樣子一變臉的時候啊 他當下用泰文跟旁邊就是有在 講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 那個時候 我們就感覺到旁邊有一些泰國人 都靠近我們 哇 有些人就靠近我們 那我們都是女生很緊張 然後那個拍照 不是 拍體照啊 不是 因為他變臉 他變臉那個兇的程度 所以讓我們就這樣 算了… 那個還是付錢好了 付錢 對 我們都是女生 好 算了… 所以我們就付錢 然後他才會 他收了錢之後才在 謝謝什麼 四三萬地卡嗎 卡布卡 他就收了錢之後 然後馬上剛剛是很兇的臉變臉之後 收了錢之後 可分開這樣子 我們整個都是都傻眼啦 我也是去那個韓國就是 整形街那邊啊 我不是去整形 我是去那邊消費 就看到有一個登山品牌開了 妳想要去登山 妳要買登山用具 妳去整形街買 因為剛好逛到那裡嘛 那個牌子在台灣 就是只有小小一個櫃子 我就在那邊看到一個好大一階 我就好高興 見烈欣喜就跑進去 韓幣不是要除以 三十還是多少嘛 就是它很多零嘛 韓國的壁子很多零 那因為我數學很不好 所以我這樣算了一下 唉唷 好便宜喔 至少都大概半價到六折 於是我就拿了很多很多的件 我至少花了一個小時 在那邊挑了六七件衣服 結果在最後結帳的時候 在刷信用卡的時候 他問我說 你要用台幣還是用當地的壁值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了一下說 我一開始講說我先說 我說用台幣 叫他幫我換算一下台幣 這個壁值不太對啊 為什麼我用台幣覺得好貴喔 然後我說 那你再幫我用一下 你當地的壁值算一下 用韓元算 用韓元算 怎麼那個價錢跟我用台幣 換算價錢不太一樣 原來 我少算一個零 我說 然後我說 醜喔 韓國馬路 不太喔 醜喔 韓國馬路 我就只會講這一句就是 妳早知道妳就去整型玻尿酸都打完了 我這樣我真的要道歉 因為我不是故意的 我這邊爐了一個小時 我真的很想買那些衣服 因為台灣很貴 然後我沒想到那裡更貴 那我以為很便宜 但因為我少算一個零 但我誠心的跟妳道歉 他秒變臉 他本來都已經要刷卡結帳了 他就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就 NO… 他就這樣 這每個人都會吧 所以簡潔論說 不是韓國人會變臉 對 對… 你的專文好好喔 如果在日本碰到這樣的客人 他還是會微笑的跟你說 日本人不會生氣 對啊 可是我有碰過一件事情 是會讓日本人生氣的 就是手蝕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跟他約有 我們工作的時候約8點鐘好了 假設我們遲到40分鐘 他 然後我們 你為什麼要遲到40分鐘 因為我們 OK 我們地家店家可能 可能有延遲到 就延遲到下一個行程 好出外景去 我們出外景工作的時候 因為人在外地 然後我們可能約 約可能整點 但是我們遲到40分鐘 他是站在門口 當著你的面罵你說 你們為什麼要遲到 我們什麼東西…都準備好了 是啊 我們因應的要求都準備好了 但是你們為什麼要遲到 對 我們都還沒有解釋原因 困難解釋啊 一開始見面三分型先生 不好意思 沒有 就噼哩啪啦 一直罵… 雖然我們也是聽不懂 但感覺出來再生氣 然後一直罵… 你有沒有提早跟他們講嗎 不是… 你講到終點 你講到終點 就罵了 對嘛 這個是到這一島的問題 像我也是外景節目嘛 那時候比如說 我連五分鐘遲到我會緊張 我馬上在工作人員說 現在打電話給他 先跟人家說 我們遲到五分鐘 為什麼 什麼理由 日本人的就是他們就是很 很尊重時間觀念 所以他們已經準備好 為你們想好 結果就是被破壞 當然會生氣 這個一定會生氣 如果連我都會生氣 我覺得台灣人連 變得最快的時候 就是輸錢的時候 也是在敦話南路嗎 沒有… 就是輸錢的時候 我連變得最快 輸錢哪一個國家人不變臉 你問一下孟多 他打爬青狗的時候 你輸很多 你不會變臉嗎 心裡… 心裡像尷尬 但是我就不會臉 就是我會到… 就是路上比如說 因為我有一次 我生氣到打太子 破掉 我賠20萬 打什麼破掉賠20萬 我還警察來 要做筆錄 他慶哥的台子 台子 然後其實有一次 我在美國 跟台灣朋友在賭錢 在打麻將 然後那時候 他可能有點醉了 可是他只輸了 10塊錢美金 然後他就站起來 然後 反桌 這樣子 賈斯斌 10塊錢美金有多大 那滿大耶 你這麼講耶 賈斯斌會反桌 我還在地圖球對不對 那我有一次啊 然後我在跟我好台灣朋友 一起提 然後他故意地說 好 我不要再跟你同一隊 我去另外一隊 然後我們的隊 就是開始贏了 我們是5比0 然後他開始 就突然他的臉就… 很生氣 然後他… 我發現他 對他的其他的隊友 就罵他們 很生氣 你們真的很不好耶 你們什麼可以這樣 就我說 他真的是我的朋友嗎 然後 好 我們就比較慢一點再提 然後有一個行動 我在跑步 來… 然後 我沒發現就是突然 他在我的旁邊 他就… 哇 然後我跌到了 然後 我說 你幹嘛 你為什麼這樣子 偷偷 然後呢 他就離開 他都沒有跟我講話 他就… 離開 因為你們聽的是足球 西班牙足球太強了 但是台灣人 生氣 不一定 有一些狀況下 一些台灣女生 會變另外一個人 嚇死你 我之前跟一個女生排隊 一個非常可愛的女生 然後後面 我們就聽一個人在講中文 然後就是很明顯 這個人不是台灣人 因為有帶一種口音 然後我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那個櫃台就說 好 可以來啊 然後就要換我們的時候 後面那個女生跳過我們 只是直接跳過 然後那個… 我旁邊那個女生就突然說 小姐 不好意思 然後那個女生轉頭說 你沒有看到我們在排隊嗎 然後那個小姐有一點嚇一跳 但是女生也… 她也回了一個很… 耍脾氣的一個感覺 她說 你們在排隊喔 你們都沒有在動啊 我哪知道你哪一天要結帳呢 然後我那個女生朋友就更生氣 而且她想前一步說 小姐 不要以為妳出國不會被打 請妳到後面拍對 我嚇死怎麼 我想說怎麼會有那麼可愛 那麼… 那麼溫柔的女生耶 這樣講話 我覺得很適合當殺手耶 真的 好適合當殺手耶 是很有真意感 但是有道理的啊 這不是為了… 這不是沒有原因的生氣啊 是有道理的啊 對 但會嚇死人耶 今天在整個節目這樣下來 製作人幫我們做了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 對 你怎麼會 我哪會啊 你們選裡面啊 說變成 我不錄了 我再也不回來 好 通告費送給你們 Yeah 祝夏宇 祝夏宇有去年了 有去年了 有去年了 開玩笑的啊 不是 我希望你們的錢 變臉了 變臉了 其實走到世界各地 都會有那個理智線斷掉的狀況 對 所以我跟你講 快快樂樂出門 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啦 不要以為出國就不會被打 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志祺翔下次見 Bye Bye 來…